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喜欢恐怖片 顺带跟女主角说自己被炒鱿鱼的事情 女主角叫她在闹事大笑 也顺带宣传了一下自己家的邪教 阿东买了几个碟片之后就走了 过了没多久 女主角又突然出现在阿东买杂志的书店里面 阿东送女主角回家 女主角带她回家喝饮料 在她家发现了很多动物标本 而女主角则从厨房拿出了一把菜刀 嗯 切西瓜 阿东这时发现猴子的标本好像会动 被吓了一跳 阿东拿起一个相框 上面的人是女主角的儿子小顿 儿子小顿据说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待了五年了 女主角每天把吃的东西放在她的门口 女主角看到她没惹麻烦啥的 也就随她去了 阿东对事件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楼上叙叙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小胖是一个有严重过敏症状的女孩子 对生活也没啥信心 跟把自己锁在家里的小顿以前是同学 她的母亲为了她的病 花了不少心思 虽然跟别的男人保持着似乎不太恰当的关系 女主角天心乐观 买东西的时候又宣传了一波大师 买东西的阿妈说女主角的儿子出去过了 女主角想起五年前儿子沉迷游戏 一言不合就以割腕的方式赶自己老妈出房间 女主角受写派大师的诱惑 信奉杀心灵的力量能让人永恒不朽 阿东想以女主角的儿子为脚本写心理疾病有关的片子 长头发的老板让她先把那个小孩弄出来再说 阿东约谈女主角则怪她没有好好帮助自己的儿子 而是一味地纵容她 在阿东的怂恿下 女主角试图把自己的儿子叫出来 她把阿东的名片从门底下塞进去了 门里面传来不耐烦 有血迹的纸条 还有一根手指 女主角气急了 争执中被推下楼梯 而阿东则被拖到房间里面砍死了 女主角的儿子提着刀蒙着头从房间里面出来了 女主角惊醒发现这其实是梦 但之后确实没有再见过阿东了 邻居家的东西不见了 警察来女主角家询问 即将上楼的时候却放弃了 小潘妈妈出门的时候女主角来找小潘 居然用几句话就随便催眠了小潘 好在她让小潘乐观了不少 女主角想起自己的丈夫之前出轨了 而且想要离家出走 女主角就用枪指着她 不让她走 有好事的小混混想要去查女主角的儿子 在拍照的时候受到惊吓跑到了女主角邻居家 被开枪打死掉下阳台摔在车上 小潘为自己化了一个非主流的妆 写好遗书准备自杀 被声音吓到 暂时忘记了自杀出去找自己的猫 跟着自己的猫来到了小顿家 女主角的丈夫跟着女主角回家 告诉他们她的儿子早就死了 原来小顿趴在大概是木制的天花板上 听自己的父母吵架 父母争执中 女主角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儿子 女主角当然不相信啊 打开门发现了一具行走的骨头架子 女主角杀了自己的丈夫 被躲在卫生间的小潘看见 小潘被骨头架子追杀 女主角被吊下来的墙体碎片杀死 最后小潘加入了邪教组织 又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而女主角则进了精神病院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乐影时光 传缀任 加讧 易参与